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我是Debbie 坐在身边南风导演Kenneth 好 晚安见 Kenneth 你好 为何你坐在这里 因为今天有很多问题 需要你慢慢逐点解答 没问题 首先第一 我想最大的问题 亦有很多股民的问题 最近科技股回得很急 上周美股为首的科技指数回 没办法 想想纳资低位蛋白成 现在做回徒 但惨在我们这边的都血流成 看到在ETF的资金流向 其实追踪一些科技股相关的ETF 有没有反映到投资者现在的取态是怎样的 目前来说 或者我们讲一些新科技股ETF上市 特别是追踪恒生科技股指数那几只ETF 其实都看到有资金追捧 一直都有 不过可能今天开始 我们看到可能势头有点转变 甚至乎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美股 大家知道没有 没有事 大家可能要先观望一天 但是反映到反业资金流入 去纳资反向的产品会较多 大家也看回现在中美的磨擦开始有升温 对于华为的一些制裁事件 甚至乎一些芯片的公司 达到中芯 达到中芯 大家看到中芯 华行半导体 这些公司其实今天都录得一个双位数来跌幅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基本面没有变 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围因素 而影响了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势头 可能短线部署的方法就是可能大家先获利 因为很多的资金其实买盘在很早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 甚至乎我们看到无论是阿里巴巴也好 小米也好 其实都是高位接货的投资者比较少 小一点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些位置 如果恒生科技指数 大家可以先等一等 之前你跟我说过 我想差不多一个两月前你来 你不是叫我千万不要沽纳子吗 是 没错 你就是那时候的蟹货 我看到在ETF那里很多 现在逐步清了乳血了吗 其实我看到投资者 未知道什么时候部署 很多人都在试试高位 大家说那时候是有很多资阳烛 不断的列口高开 大家去到12000点纳资左右的水平 大家看到开始势头转变 就开始估纳资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因为始终我们看到纳资打指数是一个趋势 事实上资金追捧了一段时间 现在回一回 吐一吐气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表现 OK 刚才说过一些反向ETF的部署 开始反映到投资者觉得要做一些对冲 可能风险比较大 变成了一些资金流入 另一边你所说的 如果一个科技股的趋势不变 我们想的都是一些 会不会追踪恒生科技指数的ETF 去做一些慢慢的部署 但很多人对于这件事 感觉上都认识不算是很深的 所以特意叫Kenneth来 跟大家都可以解释一下 做一些投资者教育 好吗 港版纳指的支撑上了之后 其实很多ETF都已经有选择 现在市面上有三个 你们就打投靠第一个 感觉上其实投资者对这件事的接受程度 开始是怎样 现在感觉到资金流向方面 可不可以讲一讲的趋势 是的 如果中环看回恒生科技股指数ETF 所有不一定是南方东英 其实我们看到活跃程度也很高 其实投资者的参与程度是非常热烈的 可能因为食正科技势头 还有在整个疫情之下 科技公司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凉例的 这个也是无用置疑的事实 但是我们从资金流去看 刚才一开始讲了 就有很多资金追捧 一直在追捧这三个ETF 唯独我们看回最多资金追捧的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叫做first move for advantage 我们先上市的时候 其实都捉到一波的资金流入 大概三十几亿的资金 这个是讲的几短时间 其实在我们上整个一个星期左右的时段 我们由上个星期五开始 截至上个星期五 差不多一个星期 我们做了一次的review 其实看到资金是很积极去追捧科技股 但是当然我们强调投资者 或者背后的一些高资产品的投资者 都是做分转买入 就是说永远买ETF 我们都不会所有资金同一时间追捧 因为始终都是一些我们叫做长线的部署 因为它们是实物的ETF 不同一些七字头的产品 杠杆的产品就会短线一点 但始终在投资中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是在投资中什么 对不对 主要追踪就是三十大的科网相关股份 但其实不是全部都是科网股 有些是手机设备相关 有些是真的传统的科技股 有些是很小的 市值介乎百几亿至几万亿的都有 所以契尼佛想带出的问题就是 我投资的这件事不是等于投资纳指100那些 别人那些真是很清晰的 但是我们这里是可能会有一些明星股 特别可能有一些波动大的股份 其实对于整个指数的牵动作用是很大 但其实相对于外围那些 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更大的波动性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对比起个股来说 它的波动性是真的低的 大家可以从图表里面看到 其实整个指数的波动率 其实只是三十多个百分钟左右 但是如果你真的每一只个股去看 其实那个波动率平均来说是六十个百分钟左右 有些个别成九成 有些个别今天中心都很波动 大家看到 所以ETF的好处 或者背后你一定要知道这三十个股份做什么 就像刚才Debby所说 大家很清晰知道 究竟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板块 它追踪的是有科网 有一些科技医疗 有一些新工业 科技工业 等等很多不同类型的范畴 帮你去分散风险 这个就是我们在说我们投资科技板块 而不是投资科网股的一个分别之处 所以波动性都较低 其实我开始想我们看到这三十个股份的时候 其实我想很多市场参与者 或者一些资深投资者都会觉得 本身这个 list 就会令我有点而却步 有些股份实在太不明白 为什么会上榜 在你们做这些 ETF 或者做申请去追踪他们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都开始有点担心 其实投资者会不会都觉得 未必可能很习惯或者很喜欢这些指数的却步 其实一开始 你说说一开始那几个明星股份 是一定会受到追捧 而且大家看到它的持仓占比都超过一半 所以相对地受欢迎的程度 都是因为这几个明星股而有效应 ATMX 都是 ATMX 但是我们看到里面 可能市值较小的 刚才Dev有说到的 可能市值100亿左右的一些个股 波动性较大 但是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 我们买ETF 做这个ETF 我们看的背后是一个偏制 这个偏制是一个特别之处 因为我们将来知道中美 或者有很多是中概股回流 再加上一些独角兽 都选择来香港上市 例如蚂蚁集团 这些公司其实是会被快速 纳入去这指数里面 如果它的市值 在第一天收市的时候 能够跻身头十大市值的话 其实它在第10个加日日 就会被纳入 就会剔除一些不可的股份 所以我们讲这些ETF的建议 就是投资者可能会 一个简单的成语 就是太弱流强 我们就会将一些比较差的 成长型比较差的公司 撥走了 因为现在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 始终不多 但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看到未来会有很多 例如拼多多 百度 马蚁集团 这些公司其实很优质 腾讯音乐那些 讲到一阵了 其实它们回流之后 就会令到市值大增 以及稳定性都会相对地增加 因为始终里面有很多的小成份股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波动 是的 看见到有点害怕 是 但你说这些大隻佬 就会来的 我想比较快就真的马蚁金服 因为今天都有新消息 就是高盛联席保证人 应该最快下个月就AX股同步上市 市值都很夸张 就是1500亿美元 我之前也看过高盛的一份报告 稍后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它们的那个 牛的那个感觉 就是告诉大家 纵使短期内可能科技股有调整 但它在看未来的5年 究竟有多少被动资金 有机会追入日本说的 这一只科技指数ETF 说到2025年 它是估计140亿美元或以上 其实算不算保守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些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保守 因为如果你看看这个指数 真的批了出去的计划 其实我想 未来会有十几家计划 或是全球性的计划 在排队 在排队上这只ETF 不过去新加坡也好 台湾也好 香港只不过是最接近的地方 所以有一个的头胆汤 但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这个资金可能你纯粹看这只ETF 但如果你是真是一些主动型基金 追踪这只指数的时候 即是一些主动基金 可能会用一个Benchmark 例如有些玩港股的 就会用恒生指数Benchmark 玩中国的会用MSCI China MSCI中国去做Benchmark 如果玩科技的版块 就会follow这只 就会follow这只 到时主动基金也会跟随着这只指数 而去增加它们本身指数里面的持仓 所以这个资金流我觉得是相对较保守的 但是可能都是大家在看的五到十年 大家知道科技是日生月异 明年也不知道什么事 明年也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现在这一刻科技势头 我个人觉得基本面是无变的 仍然都是大家比起经济来说 更加值得追捧 也是一个疫情之后 整个科技对大家带来的便利 大家都已经亲身感受得到 但是有时大家都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譬如恒指科技ETF 其实波动性这么大 譬如今天单日 无端端跌了超过4% 有时我会认识一些成份股 究竟他们比重的变化 因为不会那么多人会直接留意 如果我们只是留意恒指服务公司编制 其实顶格是最多只能8% 但是我见你们譬如ETF公司 追踪的几大股份 其实有些是可以十几个百分 可以解释一下 对于这个指数 或者ETF的走势 其实有什么直接影响 其实我们是跟随着恒生服务公司 定制这个指数 你看我们的数字 是截至上个星期 其实这些数字 是跟随恒生服务公司 里面的编制 就是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编制 我们没有做任何主动型的管理 当然一些成份股如果升了 你就会看到其实它跑赢了 例如小米 或者阿里巴巴 腾讯 这些的表现 甚至乎美团 其实这些表现会随着股价上升 市值增大 而比重也增大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个每季度调仓 就是想大家每季度的时候 review一次 哪些跑多了的 我们要减仓 直到去到8% 而ETF有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可以追踪到 这些科技公司的成长 因为它很多时候 一些主动基金 如果到了8% 一到10% 就要立刻调仓 就要减缴 但这些就等季度 每季度调仓 你就可以捉到小米 真的是这个升幅 如果不是它每天都要减仓 每天都要减仓 就会捉不上整个的升浪 这个也是ETF的好处 有机会跑赢大市 我想ETF的好处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一些 譬如你入场费便宜等等 如果你要买齐三十只 几十万 哪有这么多钱 大家都要留意着 其实这些恒指服务公司 其实它也都会 将其下 譬如那些成份股的比重 其实也都会做调整 譬如今天恒指和国子 做了一个换马 有蓝筹新贵 有国子新贵 同时科技指数里面 成份股的比重也有移动 大家可以上去 查清楚资料 刚才提到 我们选择ETF的时候 其实也有 刚才留意了一些因素 波动性 股份的比重是怎样 但最实际就是 我们的成本有多大 通常我们做比较 选择ETF 我自己就很简单 我会看看 究竟它的卖卖差价 是否宽阔 流通量是否很有秩序 是否活跃 另外成本不会无故 而加大 以及一些管理费 又或者一些开支 几大的ETF的提供商 我可以看看 我真的问一下你 一上市 当时很多人跟我讨论 是否特别贵 是否开支比率 1.4%多 管理费也是比人贵 没错 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市值低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知道管理费是0.99% 其实无论是一些 我们的南方A50也好 或者7200 7500 就是一些杠杆的产品 也好 其实管理费也是接近这些数字 至于我们看到0.99之后 其实一些收费 就是大概0.5% 按照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一些费用 一些开支 但是因为市值小的关系 而导致到费用比率上升了 但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 录得了30亿的资金流入之后 其实费用比率 已经大大降低至1.05% 你网页不是更新的吗 网页不是更新的 但是一些 我们和一些高资产政策 例如投资银行 一些private bank 私人银行 其实我们已经更新了所有数字 未来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招股书更改 因为这里看到2% 追踪误差 是的 很大 是的你会觉得很大 我怕不想买 其实我们无论是其他ETF也好 我们全部都写2% 只不过这个是限制为2% 但是实际那个 就要按照当时 一般来说大概是1.1% 我们未来都因为市场很多的对比 我们会把这个数字降低至1.1% 到时就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实质公开的数字 但目前来说现在的费用比率 其实便宜了很多 因为其实它都会受到资产价 或者基金价格 或者那个表现和资金流入 其实你有调节 没错 如果我作为投资者 我会多久知道一次 其实你最新的数字是收益多少 其实这个基本上是每天浮动 每天浮动 但是这个数字 都知道 如果你说到现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会看回上网 你看回所有的发行商的网站 其实都会告诉你 究竟每天的追踪五叉有多少 究竟和你本身买入的时候 和指数的表现差了多远 但so far 我们看到这三个表现 都追踪得非常紧贴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费用比率 始终每一天扣除 如果1.05%除了365日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成本 其实对投资者 OK 大家要留意这些数字 直接影响你们买入的成本 另一边我想最重要的是 这个表没有什么展述 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 亦都是和你们上市的第一天 出现一个污卵事件 是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当日那个资产 NAV的资产正值大幅波动 没错 一开的时候 明明NAV是7.5% 但是不知为什么 在市前交易那里 是乘了20元 当然大家就说 投资者这样 因为你们而选手 不如我们就告诉投资者 其实究竟在ETF的交易里面 其实在市前 即是你们不同人的角色 其实在做什么 可不可以和我们都讲清楚 可以有没有问题 那这里一定要和大家讲 解一下AO AO款 因为ETF 其实AO是没有任何market maker 做到报价的 因为他们的义务 其实就是在交易时段 9点半至到4点半段时间 做一个报价 这个就是他们的义务 但是他们的义务 只是存在于整个trading hour 如果AO我们叫做一个竞价时段 就是premarket open 就是在开始之前做的 是一个自由买卖的市场 是一个自由流通的市场 那投资者千万千万不要在AO进行一些ETF交易 如果不是有机会造成到 买了一个很贵的一价 而大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有些投资者其实会提前部署的 喜欢在AO买的 特别是一些很 不是刚刚上市 例如222也好 其他的盈富基金也好 你都会看到是premarket 有些投资的做 因为他们可能在开始之前 透过futures 透过其他的个股分析了之后 觉得开始之前 没有升 抵买 如果另一边 有一些的买家出现的话 这个就会成交了 这个对盘 跟AO的时段 是跟我们当时3033做的情况一模一样 但是其实当时我们看回 成交率不算太多 大概1180万左右 我们也希望在这里强调 投资者要看回 有market maker 布局的时候 再看资金正值 究竟是否一个合理的日价水平 先好做买卖 如果不是你一买入去 买了高日价的话 就会即时录得亏损 其实就算在开 你AO盘的时候 没有人在维持秩序 可以这样说 这也是本身一个竞价时段 有少少大家觉得是缺陷 但是我看到开市之后 两分钟 其实你在介乎 8.90多至20元中间 其实都有成度 你的角色和流通量供应者 market maker的角色 在那几分钟内 是在做什么 是 当然 我们是作为一个发行商 我们只是负责管理的基金 而market maker 就是受到港交所 和一些监管机构监管 而按照资产性报价 但至于当时 为什么会看到一些 17元的成价 或者16元 其实是因为market maker 如果他一开始工作 他挂了7元 而上面有一堆的买盘 其实是做不到任何工作 所以他们一开始 用了三分钟时间 去将街上所有的 一些错价盘 接收回来 然后再用一个合理的支撑价格 再平衡两边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market maker的工作 而我们的工作 就是我们会即时通知market maker 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严重的日价 你们要开始工作了 就是要开始平衡市场的价格 令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去做买卖 因为market maker本身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当时的市价 一个大致上24格左右的差距去报价 所以他不能够一来 就做一个可能7.5元的开市价 去做一个报价 所以用了三分钟时间 平衡了之后 接着后来你会发现图表上面 很清楚看到 其实在10点钟左右的时间 11点钟左右的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日价 但就没有20元那么夸张 大概去到9元边 维持了时间大概2分钟左右 有些朋友都沽了 是吗 在那里 当然 但是我们要看NAV 如果你在那段时间 你因为市场的气氛而大动 因为我们看到图表上面很清楚显示到 我们一直都维持了 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的开始之后 三分钟之后 但是为什么那一刻 会有这么大的日价 十多个百分钟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当时市值只有2亿 但是有资金 有10亿的资金 那一刻是湧入来 我们叫做供求的问题 不够货 就是我们的市场市场市场用户不能够货 正常的市场市场市场工作 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们未必是即时去冧投 他们是会做一个ETF 沽空机制 其实市场市场会即时做一个 short sell 去到为持供应量 因为如果你想像上到 它和南方东英 它们是做一个生成功 做一個新購動作 可能這段時間已經去到5分鐘的溝通時間 但他們一般的情況下 經常所有 ETF 都是這樣 他們有機會用其他方法去做縮銷 即時供應之後 在每天的3點半的一個切割時間 才跟我們帶手做一個新購動作 而當時市值如果只有2億 而市場上又是唯一一隻 ETF 的時候 在這個公不應求之下 就會導致日價 所以每逢見到這麼大的日價 大家其實這些 ETF 的價格 其實是很容易看的 就是七個多 指數就是七千多點 如果你看到九千多點的時候 指數要到九千多點 其實是一個不合理的日價水平 大家千萬不要做任何買賣 當然如果朋友看到有這麼大的日價 而沽了的話 恭喜你 恭喜你 你是了解了這個 ETF 運作 出現大副折養的情況多不多 不多 有沒有便宜的東西買 其實有的 其實有些 ETF 長期有一個折扣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折扣價水平 可能未必去到十幾%那麼誇張 如果有的話 Marketmaker 已經出來工作 這個情況都是 Marketmaker 兩分鐘之後 就已經做了所有的 一個供應的動作 而導致到價格 之後都一直趨穩定 而去到目前為止 我們經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都沒有見過任何的大日價出現 因為市值也上升了 所以這裡也奉勸投資者 可以選擇 ETF 的時候 除了要選收費之外 收費當然大家要留意 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買賣差價 市值 以及一個每天的成交額 因為成交額越活越弱的話 就證明流通量越好 導致日價的情況 空間也會大幅減少 未來的Marketmaker 都會慢慢再加多一點 會不會因為你來的都是焦點 即是科技指數 是的 其實Marketmaker 已經增加到五間 我想是比起其他兩間的Marketmaker 都以為多 亦都較為活躍 大家可以參照每天的市值 以及買賣差價 其實買賣差價很重要 因為通常投資者 特別是散戶投資者 他們都會上板投資 他們很少會跟我們做一個 一級市場申求 而買賣差價 其實比起費用比率來說 更加敏感 因為你如果價格抹得較為闊 大概三到四格左右 其實已經等於0.2 0.3 我立即離開了 我都不會看你的那一隻 是的 如果有一個這麼大的買賣差價 你要注意 千萬不要做買賣 我們去找一間較為窄的 而且較為貼近NAV 資產正義水平的 先去做買賣 這樣才是投資者的選擇 好 要留意 大家可能要上網做功課 要買的ETF 然後先前在你想選擇的 法輪商的網頁 就會找到究竟 應該本身的NAV是多少 由於這些NAV 其實跟股份的NAV 就很不同 即是股份的NAV 可以有很大的折漲 不反映股價 因為都是股價出來的 但是ETF這些 其實是追蹤這樣就是這樣 騰訊這樣的錢就是這樣的錢 你這樣的錢就是這樣的錢 所以不會不合你們的偏離 可以這樣說嗎 沒錯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好像是AO那樣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的市場的推廣 大家都聽過3033的ETF 大家當了IPO那麼慘 很多時候大家可能當新股上市 有些投資者買完之後 甚至不知道它是一隻ETF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要做多些的投資者教育 讓它知道ETF是有資產正值 其實在AO不應該做交易 因為沒有MarketMaker 而且就算你看到MarketMaker在裡面 你都會看到買賣差卡非常闊 千萬要避免在投資ETF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這幾點 好 還有我也很觀望 就是接下來 恆子服務公司 會不會在相關的制度上做一些優化 因為未來的AO盤和U盤都會有一些新的資訊文件 以及一些政策落實 看看到時會不會多一些保障投資者的政策出現 好 今天謝謝TENTIF 很詳盡地跟我們解釋了 ETF是怎麼回事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你 下次再來 謝謝 好 拜拜